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十个表演 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人体悬浮 穿越时空 而第一名直接被列为了国家机密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就和大家一起去欣赏下 这些堪称神奇的表演 点击订阅 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 油锅打坐 在泰国一些地区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高僧表演在 油锅打坐的绝活 下面是熊熊的火焰 高僧坐在其中 居然能窥然不动 一般而言 50度以上的热水和皮肤 长时间接触 就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 而滚烫的热油温度 能达到200度以上 难道高僧有什么魔法吗 其实这只是一种障眼法 曾有一名高僧表演时 被一个小孩当场揭穿 说这些都是数理化课本中的知识 原来 这种油锅是做了特殊处理的 分为上下两层 中间存在空气过渡层 能够起到隔热效果 此外 锅中也不全是油 加入了醋和水 醋的沸点远远低于油 由刚刚开始加热的时候 醋已经开始沸腾了 造成了一种沸腾热油的假象 同时为了保护自己 高僧的皮肤表面 还会涂抹一层碳酸钙 这种物质 能够有效地控制醋的沸点 所以整个油锅的温度 在40左右 在多重保护下高僧才能稳坐如山 其实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只是看到了事物比较表面的一层 当更深一层的了解后 才恍然大悟 第九名 印度武蛇 蛇是一种人人弹指色变的恐怖动物 平时唯恐避之不及 没想到在印度人手里 却成了随教随道的听话宠物 当武蛇人吹起笛子 剧毒的眼镜蛇一条条晃悠悠从竹篓里钻出来 居然能按着笛声的节拍 如痴如醉地摇头摆尾狂舞起来 实在是让人大开眼界 武蛇人为什么不怕毒蛇 而眼镜蛇为什么又如此听话呢 有人说那是因为擦了蛇药 还有人说蛇的毒牙早已拔掉 即使咬了也无大碍 但这些都没有说到点滋上 其实在古代印度人极度崇拜的蛇 在他们的心中蛇是神圣的 所以印度人是断然不会把眼镜蛇的毒牙拔掉 那么为什么武蛇人一吹笛子 蛇就跟随者摇摆起舞呢 其实蛇是天生的笼子 而且视力也不行 只能依靠嗅觉捕食 所以武蛇人就利用胡椒 鹿绒和两种特殊植物的叶子盐粉 制作出了能控制眼镜蛇舞步的灵药 除了药物本身外 这些起舞的蛇都经过训练 盘在地上时 能敏锐地感觉到地面或空气中极细微的震动 当武蛇人发出特定的信号后 蛇就会跟随笛声而起舞 不过蛇并不是真的会跳舞 只是随着震动摇摆而已 如果你在印度街头碰上武蛇表演 你敢凑进去看吗 近距离接触一条戴着毒牙的眼镜蛇 想想就觉得毛骨悚然 第八名 单脚悬浮 每个人都幻想过自己能够悬浮在空中 可你不知道的是 这样的人真的存在 而且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热闹的大街上 一个人缓缓走到了路中间 选定一个位置后 开始挥动双手准备发力 之后他开始慢慢倾斜身体 直到身体和地面平行为止 而旁边围观的观众 也从一开始的莫名其妙 到最后的不可思议 纷纷惊讶地张大嘴巴 可能觉得还不够惊世骇俗 他又慢慢地抬起了一只脚 只用一只脚踩在地上 这完全违背了万有引力 彻底让路人看得目瞪口呆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震惊了所有人 但我要告诉你 你也能做到 你信不信 其实在这个视频里 中间的镜头切换过一次 而这次切换就是关键所在 这个表演用到了一个专门的道具 一个金属的腿部支架 只有靠着这个支架 才支撑了整个身体的重量的 而脚下的机关 正好可以卡住地面上 预先设好的钉子 而镜头切换的时候 就是它固定机关的时候 虽然道理很简单 但是能表演得如此精彩 还是值得一看的 第七名 活体雕塑 它可以一动不动地站一个小时 十分钟眼睛一眨不眨 如果不仔细观察 你一定认为那是一个雕塑 而这就是活体雕塑的魅力所在 在很多地方 大家都见过这样的活雕塑 它们全身涂满油漆 在人群中一动不动 而当有的人们靠近时 它们就会猛然一动 吓你一跳 其实 这种活雕塑 最早开始于国外 是一种街头艺术表演 后来因为具有商业价值 转变成了一种谋生手段 虽然看起来很有趣 但这份工作的辛苦程度 却让常人无法想象 一小时化妆 五个小时一动不动 即使顶着四十度太阳 也必须坚持到底 除了忍受长期战力 所带来疾病外 它们每天还要应付 各种路人的骚扰 有时候遇到不解风情的游客 被吓住了 还会对活体雕塑表演者 抱一拳脚 虽然每天要忍受这样的环境 但活体雕塑表演者的收入 还是很可观的 月收入上万不在话下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 第六名 街头奇怪的门 看过哆啦A梦漫画的小伙伴们 一定不会对这扇任意门陌生 打开它 就能去世界的另外一端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这听上去过于梦幻的故事情节 这次却真的出现在你的眼前 巴黎街头突然出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任意门 门上贴着各大城市的名字 德国斯图加特 比利式布鲁塞尔 意大利米兰 路人不明 所以当有人好奇地打开这扇门时 看到的可能是米兰广场上的小丑 巴塞隆纳练舞少年 或是布鲁塞尔的街头画家 每扇门后其实是一面LED显示屏 显示屏能显示实体大小的当地风景和人物 更加奇妙的是 你还可以通过这扇门与屏幕中的人物进行互动 比如一起跳舞 画像等等 好像真的到了那个城市一般 这是法国国家铁路公司 在巴黎街头设计的 吸引民众外出旅游的营销活动 欧洲就在隔壁 Essencia希望通过这一创意活动 激发民众出游的欲望 为铁路公司创造商机 如果你开车正停在红灯前 突然钻出来一个人 不管3721就给你来了一段文艺表演 你会不会被整蒙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欧洲特别常见 而这样的表演者还有个很形象的名字 红绿灯艺人 他们游走在城市的各个路口 在汽车等红灯的十几秒内 完成一段杂耍表演 让等待着红灯的司机们节节们 开开心 当然养家糊口还是要的 虽然红绿灯表演很常见 但像画面中的红绿灯艺人 还是很奇特的 只见一男一女两个人 在马路中间跳起来舞 那一拐一扭的 还真有那种感觉 但很明显 这是由一个人来操作完成的 而那个演员 本身毫无疑问就是那个男人了 可当表演结束时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被骗了 原来全程表演 都是演员弯着腰完成的 我们所看到的人脸都是假的 简直是神乎奇迹 这帮人的舞台就是红绿灯下 而表演时间就是等红灯的那几十秒 要说这种形式呢 对于表演的质量要求并不高 你有没有兴趣试一试呢 红灯下跳个舞还算简单 可下面的表演者 却直接开启了飞檐走壁模式 让人不可思议 第四名 东京街头忍者大战 忍者是日本的独特文化 根据调查 居然有60%的外国人相信 日本仍然存在忍者 这不 近日在色谷的十字街头 就有一位忍者 突然出现在建筑物外墙上 开始了一场逆天的酷炫表演 视频中的人者不停跳跃 分身 炫技 十分逼真 吸引了很多游客的驻足观赏 表演过后 官方还派出一位真正的人者 突然出现在路人之中 与外国游客们惊讶相遇 整个表演 其实并没有人者在建筑物上 只是利用了类似仿投影效果的LED屏幕 使人者看起来 好像爬在了建筑物上面 其实 这位忍者 是官方制作的户外影像人物 该短片是由日本旅游网站 WOW JAPAN 联合日本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 共同打造 借助实体广告技术 和影像交互技术合成拍摄 将神秘的日本忍者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构思巧妙 创意满满 新技术的改变 让广告与影片 再也不局限在固定尺寸的广告位上 这种体验让人耳目一新 第三名 富裕表演 声音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东西 它能让人们可以交流沟通 也表达任何所思所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 不需要张嘴巴 就能发出声音的表演 它就是富裕演出 每一位富裕大师 都会有一个玩偶搭档 这个玩偶除了样子特别奇怪 并没什么特别 硬要说有 那就是在富裕大师身边 玩偶就有了生命 不仅有了各种搞怪动作和表情 还能和人对话说笑 虽然这只是富裕大师的一项表演技能 但人们却看不出任何破绽 就好像娃娃真的活过来一样 看似神奇的表演 其实都是经过专业训练得来的 富裕师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之后 将气息在腹腔调和 打在声带的特殊部位 声带被动震动 形成一种特殊的发音技巧 而富裕者 故意将嘴唇的动作降到最小 给人以神秘的感觉 第二名 挪威平衡大师表演 第一次骑自行车都害怕得要命 却没想到 有人居然骑着自行车过悬崖 他就是来自挪威的 埃斯基尔罗尼斯巴肯 一个沉迷于高空 悬崖的极限平衡大师 他曾在800米高的岩峰上 放把凳子玩倒立 在热气球吊着的支架上倒立 还曾脚踩冰块 在挪威国家公园的冰川峭壁间 300多米高空表演走绳索 最具轰动效应的 还是在挪威著名的 铝色峡湾 1000米高空的钢索上 倒立骑着一辆单车 借助车轮下方悬挂的一块 重物保持平衡 克服了海风的巨大影响 最终成功到达终点 要知道 所有这些表演 都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在我们看来找死的表演 可在这位大师的眼中 却只是小菜一点 这样的表演 在他看来 就如同融入大自然母亲 怀抱一样 让人欲罢不能 他的特技都像在刀刃上表演 无数次和死亡擦肩而过 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 可不是靠运气 他从八岁开始 就接受马戏团教练的专业指导 成年后 更是自己发明了各种超强训练 瑜伽呼吸 柔韧练习 甚至每天还要走四十次钢丝 一切的努力 只能一次次挑战极限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幕幕奇迹表演 而下面的表演 却被直接列为国家机密 想学都学不到 第一名 穿剧变脸 一位身穿戏服的表演者 一压压地唱着 突然袖子一挥 或扇子一摇 观众还没来得及眨眼 脸上脸谱就变成了 另一个模样 即便是你把手放在他的脸上 他也能在转瞬间变脸 似乎拥有魔法一样 据悉 变脸起源于几百年前 起初是民间艺人谋生的手段 由于记忆太过蹊跷 在1987年 直接被确定为国家二级机密 更是引得无数人 想要探究其中的奥秘 早前一位穿剧艺人 在街头表演时不甚失误 原本蓝色的面具 没来得及消失 被卡在脖子处尴尬地当场逃走 而这段影像也揭开了观众们的疑惑 首先 这些变脸绝活手艺人的装扮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穿斗篷戴帽子 根据已经精密的资料得知 披风是为了隐藏手在里面操作机关 帽子那么大是因为里面藏了面具 表演前多走两步 正是为了让手拿住机关 而变脸的原理则是 每一层面具都有细绳连着 机关在手腕上 机关动一次就刷一层面具 衣服领子特别高 刷下来的面具都通过领子 钻到里面去了 这个技艺也被称为扯脸 看似简单 但难度也不小 一是沾脸谱的粘合剂不宜太多 以免到时扯不下来 或者一次把所有的脸谱都扯下来 二是动作要干净利落 假动作要巧妙 能演观众眼目 而前面失误的那位 显然就是经验不足 当场揭穿记忆了 然而 扯脸只是变脸中的一种手法 还有磨脸 吹脸 运气变脸等等神奇技巧 有没有朋友知道 其他是怎么操作的呢 看完以上的视频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 想到现场看一看 那你还知道 其他不可思议的表演吗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